家人们回来了啊 好长时间没给你们更新视频了 今天上岗了 今天呢 退潮了 然后离你们去上海边赶个海 前面脆的 炒脆的还挺好的 看看能不能赶到好东西 我又回来了 开干 刚下海发现了一个什么 大生蚝 活着呢 不小 三个 这生蚝你要是弄之前的话 一定要给这个死的给弄掉 要不然你上锅里一蒸 这生蚝就吃不了了 两个 看到这个侧边的肉了吗 还挺肥 刺身是刺身不了了 但是这个 我多吃点行 这也是一个月亮胃的口 这牙你看 什么种 就我这么一搭眼 我这么一看 就这月亮胃就不能小了 还挺大 这个带过去就行了 这个其实弄点小白菜 做小汤非常的棒 有一首歌专门是唱它的嘛 月亮月亮你别睡 因为你是月亮碑 还挺高大唱的 是不 看这是什么 大海蜇 这海蜇触角没有了 但是还挺新鲜的 这是个棉蜇应该是 如果这海蜇是发现上面有触角 千万不要用手碰啊 但是这个触角已经断了 但是这地方还是经常能补碰就补碰的 这是蜇头 然后这就是蜇皮 看一下怎么样 哇 还挺新鲜 QQ山坛的 这个回去弄点这个芝麻酱啊什么的 然后小香菜 回去一半老香的 这个可以了 这一个都有三四斤 我觉得差不多 尤其现在到夏天了 就是领孩子上海边玩的时候 发现这种海蜇 如果它有触角 千万尽量不要碰它 一般人碰完之后 它会有反应的 这袋子就这么一翻 咬 螃蟹 咬 小花盖 不是很大 小母子 还行 就是有点小 这个花盖鞋现在夏天 你再过一段时间它就不肥了 但是现在还估计还可以 还能吃 等过两天咱们去抓点那个大的 赤甲红 幸会碰住我了吧 这样你要碰住海欧的话 直接给你造了 不用谢 再带回去 等过两天天太热的话 这螃蟹就不怎么肥了 最近后台总有人问我 这种东西是什么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有一个管 看到了吧 这个里面是什么呢 我们咔 挖一下 看一下啊 这个呢叫海蚯蚓 然后我们这边管它叫海驱 也叫沙蝉 平时它是在这个管里面生存的 等这个一有这个声音 它就跑下去了 这个钓鱼特别厉害啊 这个海蚯蚓厉害 它会用这个自身的这个粘液啊 把这各种各样的这个有机物质 附着到它这个洞口 可惜了 没有了 沙蚓上看到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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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所以说如果你在海边 假如说你钓鱼没有约怎么办 如果发现这个就挖它就完了 但是一定要快啊 记着以后你们要钓着鱼的话 记着分五两条 刚刚的这块有个小口 这个如果分析没有错的话 它就是一个称子的大舅 约两倍 看 学会了吗 现在马上到暑假了 到海边发现这种洞的话就是约两倍了 现在约两倍有点小 只是演示一下啊 不吃太小 哎呀 这一到夏天的这个螃蟹的时候就除了点 壳 壳 现在还不是正下 所以说先上来的是盖 等过两天这个肉就上来了 看这海星 这海星翻翻了 也啊 不是很好看的 洗洗 树脚一下就缩回去了 这种海星基本上在沙滩上活不了 这打个水漂还是可以 你会发现这种海星不要去 一般人身体受人渗不了 走你 哎呀 漂亮 哪里呀 让你们看看沙滩上的密密麻麻的 一堆一堆小兔堆 是什么呢 看在这 我们这边叫海蜈蚣 也有叫海蚯蚓的 就是另一种海蚯蚓 然后它会把这个沙子吃进去 吃进去之后呢 用身体消化完之后咔再吐出来 所以说在你们在海边发现这种的话 基本上都是那种 海蚓蚓的倒的洞 没有什么意义啊 但是我让你们知道是这个东西就行了 海蚓蚓的便便 后面已经开始长毛了 我们准备要撤了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前段时间的视频断了太久了 所以说我们的视频打算日更了 对 没有问题 是日更啊 行了朋友吧 明天见